最近我在准备计划会推出新10港课程 系列的名称叫做选品与定位环市加盟 有10个专题的课堂 适合一些例如想开餐厅或者cafe的非小本创业的投资人士 上一课初10港的系列叫做小本创业经营小食生意系列 为了适合一些未接触过或做过生意的人以前 所以之前考察过的主要都是围绕着Market和市集 很少去不同的餐厅探店口拆 未来一个月就不同 为了围绕以下新10港的专题 我们已经计算好了三个行程 每个行程都会在当地住几晚 还会一口气用一个月的时间 去混几十间不同国家的餐厅探店 新10港的主题如下 第一港是专题讲解下 在英国本地开的香港形式茶餐厅和冰室 它的menu和案例 第二港到第六港都会研究它的案例和menu 但是它的菜式和路线就很不一样 第二港的是讲亚洲菜之中的星马太路线 第三的是讲本地英国的炸鸡炸物的路线 第四港的是讲日本的寿司和拉面的路线 第五港是讲中韩台和越南菜的路线 第六港会特别一点 专题讲下中超日行超市里面加上餐厅的路线 第七港是讲下如何去确立自身的定位 以及如何成为一个品牌 去到第八港 无论你选了什么路线 其实供应商的食材进货的渠道才是至关重要 去到第九港 租铺和减铺的心得是需要有策略的 最后第十港 无论你自己去经营一个品牌 或者你去加盟别人的品牌 都必须要了解路线的乔铺有什么品牌 提供了特殊经营 入行前 预先了解清楚竞争对手总好过万中中入市 如果想了解我们之前的初十港内容 可以在我们的Facebook那里重温 今次率先预告我即将要去哪三个探店村 出发前我们会事先公布整个行程和细节 探店期间会类似真人show的风格和模式拍摄记录 每去到一间餐厅或超市之前 我都会提前cap他的menu 在我们的social media那里post出来 即是正式到了那间食市之后 我们会下单点菜 试食 和将总结comment在他的social media那里留念 如果有些同学没去过那间餐厅 看完我的影片都有兴趣去试一下的话 到时都可能会看到我这个行程所留的comment都不定 继续看下去就会知道 我即将要去那三个探店村 是去哪个城市和订了哪几间酒店 还有是什么时候出发 每个城市会住多少天 连摄影师在内的二人游客行程表 继续看下去就会知道 我们会去什么餐厅探店 为什么会选这间日式餐厅和超市探店 究竟研究他们的menu食品款式 和商业经验模式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现在是2023年11月下旬 第一个cheap的行程定了在12月头 我们很早已经订了伦敦的pemirin酒店 会在那里住几晚 伦敦这个行程会探十几二十间食市 想知道食市的详细清单可以继续看下去 第一个行程结束之后 我就会分回我们暂住的后城 将第一次行程所记录的资料 分门别类地传统一下之后 就会计划再去第二个旅程的manchester 我们同样都会在manchester住几晚 同样会探十几二十间食市 想知道食市的详细清单可以继续看下去 第二个行程结束之后 同样会回回后城 传统第二次的行程记录 就会计划第三个行程 虽然日期时间地点都未完全计划好 但是第三个旅程应该是最好玩的一次 因为会去全英国最大的海鲜批发市场 凌晨四五点就要去选海鲜 那里还会有很罕见的刺身级鱼山 会另外去各类鱼山刺身批发商 观赏日本籍的师傅表演切圆条的 蓝旗吞拿鱼刺身 到时一定会拍影片记录一下 以下来等我讲一讲 未来的行程有什么内容 讲下在探店清单上的餐厅和 menu 分享一下我统整这类资讯的心得 你觉得合用的话 可以直接拿去复制 或者只是复制部分行程 看看会不会对你自己的赚钱之路有少去帮助 Hello 大家好 这一个环节就是专讲解一下我们 未来的行程会有什么探店 list的清单 有什么餐厅会在探店 list上面 我们首先讲一讲分门别类了有几类 首先我们很重点会去一个鱼山批发市场 还有去一些日式超市 即是Japan Center那类型的日式超市 还有会探讨很多间的拉面店 寿司店 除此之外 我在过去的Webner 经常有提到的 就是英国人很喜欢吃炸鸡 和炸蜜 甚至乎清得上是无炸不欢的 除此之外就是我们香港人很喜欢的东南亚菜式 英国这边都开始兴起一些东南亚的风格 我还会去两个Dark Kitchen 我首先讲一下鱼山批发市场 大家都会留意在英国这边 在超市看到很多三文鱼 虽然是生的 但其实它不能生吃 所以我们在网上也找了很多个批发市场 和一些批发商 提供一些Satsimi级刺身的鱼山 我们首先可以在第一间 这一间是在伦敦 所以就会在我第一个行程 就会去这边去探店 这个鱼山批发商的Facebook 有很多相片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刺身级的鱼山 OK 我亦都将它的名字下注了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它甚至乎有三文鱼子 有海胆 有三文鱼刺身 拖罗刺身 好了 它的名字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它的名字 OK 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上它的网站 或者上它 Facebook 去看一下 OK 看完这间 另外还有一个 Bilding Key 批发市场 它要凌晨四五点 就要去的了 如果不是 可能你六点去 它已经被人掃货了 就是在伦敦 来的 距离伦敦市中心 都有一段距离 这个就是伦敦市中心 然后过去这儿 有一段距离 好了 可以看看它的Facebook 它主要是一个海鲜批发市场 当然你一定要跟它沟通 和问它 就是说那些鱼生 三文鱼 是不是刺身级的 如果不是 其实它仍然都不可以生吃 好了 另外还有其他批发商 就是这里 这个就是在Manchester 我们看一下日式超市 日式超市就是 我去过很多次 这个叫Japan Center Japan Center 在伦敦的唐人街附近 是一个规模都挺大 甚至乎它有少少像香港的City Super 在里面有很多 好像类似food court 可以在里面吃东西 也可以买到很多拉面 甚至乎煎鱼粉 烏冬 在里面都可以买到 或者上它的网店网站 就可以看到它的产品 它普遍的价格 就是会比市面上贵一点 但个别有几款东西 又会比市面便宜 所以大家是需要自己价一价 好了 接着这里就有几间 我就不多说了 这里有几间拉面店 也有章鱼烧 也有很出名的连锁拉面店 可以开几间来看看 或者开它的菜单来看看 这个它的分店非常多 我就去过它搜索的那间分店 吃过它的拉面 和湯底 其实相对算在英国做得出色 当然你不可以和香港和日本那些相比 好 也有 也有 刚才这个看过了 看这个 看这个 这个呢 就在英国都算是出名的 也都可以看看它的菜单 它有很多分店 它甚至乎号称 它是英国最大的拉面集团 所以你见到它有很多 这个菜单有很多款式 这款式多到数不升数 甚至乎 红酒 Wire 这些都有的 Soft Gin 这些我们会去探店 亦都会去那里 试食 下 order 除此之外 我们都会在实时 在现场拍片 出post 所以到时呢 就留意我们的Facebook的时候 就会看到我们 出帖 内容 这里都有一间 这一间呢 就是要预订的 这间呢 要是 唐食 你要预约的 如果不是呢 你现场walk in 基本上它没有位置给你 就是 在Lundon的唐人街 附近 亦都在Japan Center 地面层的隔离 甚至乎 我可以看看 可能大家去Lundon唐人街 行街的时候 都见过这间 大家可以看到了 这个呢 就是那间 门口 好 看门口 位置 就很靓的 就是这间了 好了 可以看完其他 这个 这个 也是 日式的 我们呢 希望去那里呢 会试完菜之后呢 个别有些餐厅 有些菜式 如果是爆款的话呢 我们还会回到来 hold的时候呢 我们会尽量尝试 还原回它的卖相 和它的味道 和拍片 希望呢 可以将这道菜式 还原了之后呢 可以分享给大家 这间是其中 另外一间了 很多饺子的 你看看 饺子都挺漂亮的 好了 看完拉面呢 我们试试看 炸鸡炸物 这里有三间呢 是炸物 有一间是炸鸡来的 我想推介一下 这间 Self & Peppa MCRO 就是Manchester 而大家看看 他的Facebook 你见到呢 他的like数呢 有3.1万 而这间店 有个创办人呢 就应该叫做 Koe 和Cash 是 应该是 不知是两兄妹 还是两子弟 那就是中餐外卖 take away 出身的 他们是 创立了一个 叫做 椒盐的专门店 你见他呢 有 椒盐鸡丝啊 椒盐薯饼啊 椒盐鸡 椒盐 椒盐 一切和椒盐有关的东西呢 他们都会开发 椒盐大虾啊 OK 那自从他 诞生了之后呢 这个品牌 就有很多坊间 有很多呢 模仿他啊 抄袭他啊 那 抄袭他那些 都获得成功啊 所以呢 这个呢 也是我们今次呢 其中一个 重点要考察的对象之一 还有呢 他是很受本地人欢迎的 是 越年轻的人呢 越是基本上 是每个星期 一定要去光顾他的 你看到呢 他的评论呢 是有85个 平均分有4.9分 那 就算是抄袭他那些店铺呢 我都吃过那些味道都不差的哦 所以呢 其实 原来椒盐这个款式呢 在香港呢 可能是大排档的 椒盐才有 我们经常吃得多 但是椒盐鸡丝啊 椒盐鸡翼啊 或者是 一些叫做椒盐骨啊 其实都是很好吃的 知不知道 好了 我们看看他的菜单 他的菜单 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个 这个就是创办人 Cash 这个呢 就是CoE 他们呢 又被Manchester Council 访问过很多次的了 他初初呢 起步的时候呢 就是2019年 就在一个Manchester 其中一个很小的市场里面 一个小小小的 一个小小小的 那呢 做了三年之后呢 他的生意呢 实在太 就是排队排得太厉害了 那呢 就逼于无奈之下啦 那个Market就炸他形啦 那他就要搬了去一个 大铺那里了 开了一个很大的餐厅 那样 你看到他高峰期 你数一下他的人数 有11人的 可想而知呢 其实呢 他的生意呢 是应哲不下的 做都做不及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 将会去考察的 其中一个重点的店铺之一 看完这个呢 那我们看一下 另一间了 这一间呢 就是 又是在Manchester的 那名字就叫做Fer 但而实际上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他已经不止 借得Fer 他甚至乎和刚才那间 卖椒盐那间呢 是 已经越来越近似 这些东西 你看看 招盐拼盘 你看看 全部都是炸的东西 OK 你看看 是否看见楼口水 就是这些了 看见楼口水 那么呢 他们是越南华侨来的 那么在这边呢 都做得几成功的 这个就是他的Menu 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 看完这个呢 Dessert Island Dumping 就是这个 这个呢 就是 对于我们香港人来说 我们可能不会觉得 他的卖相很OK 不会觉得他很吸引 但是在本地来说 其实已经 竟然是相对叫做 很受欢迎 而他的饺子呢 你看到 他的包法 是包得相对 不够 手势 不够精巧 对不对 但是呢 在这边呢 其实已经很受欢迎 因为 其一 他是炸野 其二 因为他是饺子 那么这个就是 那个创办人 现在三十多岁 但是他 创办这个的时候 其实他只有二十多岁 创办了有一段日子 在他创办初期的时候呢 经常性呢 就会去那些 节奏 那里摆档 那里摆档 都积累了自己 不少的粉丝 好了 看完炸鸡炸物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 东南亚餐 其中一个呢 其中一个呢 就是这个 在香港 叫新景园 过来呢 英国的时候呢 他就叫做 Pot Chop 将那个Menu 简化了 简化到呢 是这样的 可能是十几款 也有鸡蛋仔 看他的鸡蛋仔 样子都ok 都不差的 都挺漂亮的 可能他在这个 Manchester 有一段日子 他都看到呢 原来在 Manchester 或者英国呢 Self and Pepper 原来是 在英国人心目中 是很有重要地位的 他也是做了 Self and Pepper 叫做 叫做 可能是 Munchie Box 是一个 平板的形式 看完东南亚餐之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 叫做 Walk to Walk 在伦敦 有个Lab 他有很多分店 亦都是在整个欧洲 其实呢 分店是数以千计 那么多的 他的Menu 就更加简单 简单到呢 是叫你自己去 customize 你选择了 可粉 或者面 或者米粉 跟着呢 就选择你要什么 好像吃车仔面 你可以喜欢鸡 鸭 豬 跟着就选择 要什么汁 好像我们香港经常都说 加蓝汁 麻烦 OK 跟着呢 最后埋单 就好像车仔面 那样了 可能呢 40元不订 50元不订 这样 好 那呢 还会去两个Dark Kitchen 其实很多Dark Kitchen 我都去过了 之前我经常性会介绍 Jacquilla 甚至一些平台的Dark Kitchen 今次呢 这个Dark Kitchen 其实我是很多朋友 经常去过 而我呢 都是没去过的 我都想去看一看 那就是这个 Ghost Kitchen Kitchen 就是这个了 而这个Ghost Kitchen 很特别 它是非常之多 香港人在里面 是成为了商户的 起码好像有六七间 或者七八间 那么呢 就较为出名的 当然有 LITTLE SWEET 有HONG KONG BOY 和SUSHI AKI 都不少的 都挺多的 我都希望可以去那里 下单 试食 探店 好了 还有一个呢 在London 叫Mission Kitchen 好像在英国来说 这个呢 规模 相对叫大的 因为呢 它好像是整个座椅 是很大的 甚至乎 它有很多 有COL WORKING SPACE 在里面 是的 它不止 它不止一个 COL KITCHEN 那么简单 大家看到 规模都挺大 OK 是另外一种呢 比较 全面 综合的 Business Model 来的 好了 今天呢 就说到这么多 先了 我希望在下一条片 可以见到大家 还有呢 亦都是希望 我们会在 未来的行程当中 出post 大家可以 follow一下 我们的Facebook 就可以看到 我们最新最新的 那些资讯的了 今天 先聊到这么多 下条片 再见 拜拜